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 雅俗共享的雅 雅 然後鳳凰的鳳 13號7月2017年 我們自己的師兄 你的 黃雅鳳 好 臉上皺紋很多 頭長 頭是 頭髮蠻多的 本來是要拜師的 知道 知道 師父 上次我夢見他 很多師兄 很多師兄都夢見他在觀音堂 他是一個很好的師兄 在觀音堂默默幫忙 很少講話經常幫忙 只有一直念經念經 不要講話了 我在看 你難道提供我的信息 就可以隨便上去下來了 哪有這麼簡單呢 三師父 我在看他走掉的時候 整個過程呢 最後 曾經到過天界 後來回到阿修羅 現在在阿修羅 要多少張小房子師父 220 好的師父 師父 上次我夢見他 我夢見我們觀音堂 要辦新的觀音堂 然後我就在觀音堂前面 在看著那個觀音堂 然後有兩個師兄在裡面 在幫忙做工 然後那個王仁呢 就從觀音堂裡面走出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很生氣的說 請你能不能幫忙 跟我丈夫說 叫他不要造口業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的等一下 我盡量跟他 跟你的丈夫說 然後呢 我就抱著他 我一直哭 我說 我很心痛 因為當他要往生的時候 我沒有幫他做到些什麼 然後我問他好不好 他只是說說好 但是他沒有講什麼 過後他又走進去 阿修羅 阿修羅 啊 那好吧 師父 過後他走進去觀音堂裡面 然後 唯面當中我知道他是靈性 他已經往生 我就跟我裡面的師兄 講說 都知道 你們晚上觀音堂 關這樣按 所以他在裡面 是不是有關係 跟我們的觀音堂呢 他回來呀 很正常的呀 魂魄回來呀 這個很正常的 那沒有關係跟觀音堂 沒關係的 他回來看觀音堂 好 好了 你給他念吧 念了還能再上去一點 這個人 好的 好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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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師父 師父辛苦了 師父再見 感恩師父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